好各位同學我們看一下題目 學者分析荷蘭在台貿易時的情形 和屬東英公司在亞洲各地設有商館 那台灣商館在這些商館中位居於 商館中位於居中的位置 位於居中的位置 那因此扮演轉口貿易行動 所以台灣本來就轉口貿易嘛 然後呢當時台灣輸入 輸至中國的主要商品有假 然後呢由中國拿回來由乙 這些東西又轉口賣到到日本賣出 然後呢至於從巴達維亞運到中國買賣的香料 則換取了餅 則運回巴達維亞或荷蘭本國 上述甲乙餅分別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這個題文是解法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把後面他會給你甲乙餅分別是什麼 拿進來套拿一個合理他就是對 好來看 來看喔 甲是深思犀牛角藥材 我們來看看 回頭看 當時台灣輸入輸至中國的主要商品有甲 有什麼 有深思犀牛角藥材嗎 台灣沒有犀牛啦 那動物園才有 所以這個甲就是錯的 A就是錯的 那就一樣來台灣當時有陶瓷嗎 跟金嗎 陶瓷台灣當時缺乏手工業 所以沒有陶瓷 台灣有米露糖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米露糖這兩個是一樣的 好對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乙 跳回去看乙 然後呢從由中國拿回來的 有乙 中國有什麼 深思 犀牛角藥材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呢你看那個什麼 那個陶瓷黃金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耶 所以怎麼辦 來看一下 餅 然後呢 至於巴達威亞運至中國買賣的香料 所換取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巴達威亞就是印尼嘛 那當時就是那個荷蘭的貿易總部 他要運回歐洲的主要是什麼 所換取的餅 則運回巴達威亞或荷蘭本國 所以餅應該是哪一個 餅應該是生思 犀牛角藥材 欸不對不對不對錯錯錯 更正陶瓷江西景德鎮的瓷器才對 因為餅 因為如果說運回那個什麼 荷蘭的話 他其實不需要中國的中藥材 不需要中國的藥材 嘿 也不需要犀牛角 但是他也需要生思 但是應該這樣講 乙跟餅兩個很像 我是覺得他應該把生思放來陶瓷跟黃金這邊 比較不會被混淆啦 懂我意思嗎 因為當時這叫轉口貿易 又叫三角貿易 歐洲人當時需要中國的是什麼 食指品跟什麼 瓷器啊 而中藥材跟棉布啦 日常用品則是留在台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來看喔 你來看喔 由中國拿回台灣的應該是什麼 需要什麼 中藥材 日常生活用品 這就對了 那台灣需不需要陶瓷 就是江西景德鎮的瓷器 不太需要 黃金呢 你不能 黃金需不需要 這是我是沒辦法說得準 就是我覺得題目設計的選項 有點瑕疵啦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 荷蘭不需要中藥材 所以秉 秉來說的話 應該是陶瓷黃金 易才是生思犀牛角中藥材 好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選哪一個 選B 這個題目喔 除了不夠的精確 容易讓人家混淆 所以各位同學 在答題的時候 可能要再細心一點